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陈丽莎的感情经历,有人认为她太左,有人觉得她爱得太卑微,还有人责赞她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陈丽莎新日剧照陈丽莎曾经也一位演员,参见过太祖历史,幻子成龙,最后的格格等剧。 2002年跟郭小冬因戏结缘,历经5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 陈丽莎和郭小冬结婚照2010年带下儿子后,陈丽莎诞出影视圈,一切以老公和儿子为忠心,偶尔会参演一些话剧。 2015年曾为郭小冬参加的真人秀,真正男子汉配旁白,先还有一是陈丽莎。 战C位的是小李林穿黄衣服的是演艺宽,红圈中穿黑衣服的是佟大为一场情书透过搜索发现。 陈丽莎居然跟杨蓉、佟大为、余正、冯少峰等人是上戏97级表演系的同班同学。 还有颜语宽、肖丽莎、李嘉玲,也出自这个明星班,佟大为佟大为自入行其演艺资源变一天。 早期以乐观影,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奋斗本剧成为偶像剧小声,转网大荧幕后又已经临时三差,中国和火人、太平伦等影片刷屏。 从一多年,佟大为先少飞闻和是飞,被儿有欲为娱乐圈最干净的男星。 他和太太关月结婚十一年,育有三个孩子,是圈内的模范夫妻。 冯少峰冯少峰从小就是文艺特长生、吹、拉、弹、唱、说样样精通。 学生时代是上海本土的知名童星,1997年高中毕业,是被宝宋至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正式踩入演艺圈后凭借云娘、女人花、索星秋等多部年代季成名。 2011年打烊灭主演公索星域大红大紫,之后大小荧幕全面开花,成为内地影视圈的一线小声。 而近期他和赵丽颖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演艺宽年艺宽,原本演宽,出道后凭借少年张三丰、飞天浅龙、大人物、秦王李世民,等一系列古装剧成为内地第一古装小声。 同时跟中寒凉,乔振瑜、霍建华,被评委天涯四美,演艺宽文员低调,演技佳势,入行至今从无是非,是圈内公认的优质偶像。 2014年迎娶女友杜若曦,今年6月升级位父亲,杨蓉杨蓉十三岁,考入谢敬恒通明星学校,期间参演了《鸭片战争》、《万里惊弓》等电影。 16岁时被上戏表演戏破格录取,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 2011年起获于正丽棚,凭借公所朱连路征传奇《笑傲江湖》、公所连城《浅尖女贼》等剧成为颜值与实力艰巨的花旦。 同时,天生甜美可爱的娃娃脸,和身藏不露的性感,身材更令网友惊叹。 近日因为于正在某活动中依据,杨蓉不笑艳未阴落,令低调的他登上微博热搜。 除了以上事业红火,人际和话题指数高的几位明星,97班,还有以下几类明星。 一,有演技有作品但知名度不高的明星李嘉琳李嘉琳,原名李琳,又趁笑李琳,自语又学习戏曲。 专攻刀马大,16岁入行演戏,2001年大当黄毅,聂远主演上《测画教教教》对郎走红。 他在戏中扮演的杜冰演正营平经典,这些年李嘉琳将重心放在打理连锁餐厅上,他曾是任全的餐厅合伙人之一,因为经营有方,已成圈内隐形富婆,但也淡化了他的演员身份,导致知名度不及以往。 出道至今,李嘉琳经历过两段婚姻,现任老公是80后小生经超,两人于2014年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孩子,而他前夫是大学老师李雪涛。 两人于有一个女儿,王雅杰,2003年,王雅杰因在赵本山自导自演,德马大帅,李扮演御分议奖受到关注,继而已御正佳人,习圣地,大明王朝1560柔旗袍等剧柔出色表现成为演技派华丹,并且荣获包括华鼎奖这家女演员奖,在内的多项电视剧大奖。 最新一部作品是跟陈台山合作的宇成龙,杨浩宇杨浩宇,渊宁杨建平,曾是上海话剧院的台主子,先后独次获得左营话剧艺术奖和白鱼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专往影视圈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一直默默无闻。 2013年因为在龙门标局中饰演《红书走红》,被网友欲为小客丘,而前不久他在电影《西红柿首富》中客串的碰瓷的大叔也令人印象深刻,《任杀任杀》迄今已出演了40多部影视剧。 代表作品《有新结婚时代》,《走出国门》,《五妹娘传奇》,《遇见爱情之力》先生等,曾获得了左营话剧艺术奖最佳男主角奖,是圈内公认的实力派男演员,正品正品影视代表作《六舞爱杰西卡》,《幸福李九号》,《秋海棠》,《藏天》,博弈奇录兄弟等,曾荣获百合奖优秀女演员,一级百合奖十佳女演员奖。 二,从演员成功转性幕后的明星于正少年时代被于正于正考龙奖实际上于正,原名于正,依靠识文化课满分,专业课却没及格,所以最终只能一旁亲身身份入读上戏。 读大一时因为参与香港导演蒋家俊直到的《王命天涯》被发掘成编剧,1999年拜理惠敏为师学习编剧。 2002年,于正成立个人工作室,以编剧,制片人和娱乐公司,老板身份活跃于演艺圈,一手捧红为杨幣,冯绍峰,何盛宁,佛锦言,白宇,霍建华,金世佳,杨蓉,林仙如等数位花旦小生。 今年暑假,其担任总制片人的宫斗剧延续攻略在视频网站播出后,获得高达150亿的播放量,成为2018年当剧无愧第一爆款剧。 容金原容金,原大学毕业后曾在某影视公司担任过编剧,也增生演过高考1977,中间山计划,生死相随等戏。 2014年加盟,上海戏剧学院浦东森院担任主持和表演老师至今,吴宇乔,吴宇乔,人名无欠,影视代表作品有冰与火皎洁的月亮等。 2007年开始转型担任剧片人,先后制作了乱世佳人,梦之清风明月佳人,未来横菜,纯属巧合等时余部戏。 三,虽有新作品推出,但存在感较低的明星周浩周浩出道后参演过《大阮房》,《男谈女貌》,《长恨歌》,《风云二》,《加油外星人》等影视剧。 因为多位配角,所以脸熟叫不出名字,魏春光魏春光,目前是吴锡龙公司的签约艺人,曾在犀利人势里扮演《落不凡》,《树山战记》中饰演《妙一和尚》,刘春风刘春风上戏比一扣进入上海快乐。 画剧艺术中心,作品有今夜请将我一望,《天堂打左灯向右走》,《双人房单元床》,《你的侄女包着我的火灯》。 张静张静曾在《天一生水》,《杨乃舞》与《小白菜》《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影视剧中演过配角,也曾参与过《雀巢咖啡》,《帮笛窗客帖》等广告的拍摄。 赵苏婷赵苏婷入行后参与过《女子监狱》,省委书记,蓝色马铁莲,秦夕被大荒等剧,然而都是些配角,所以没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或许正因为演戏无法出头。 赵苏婷悄然转往幕后创立了一家影,是公司,成为明星的幕后推手,值得一迭的是,有整个娱乐圈明星好友,志玉,的朱真虽然97级学生,但非表演戏,而是电视艺术戏,郭金飞的老婆暴力则鼠导演戏。 另外,王伯、徐红、吴静、孙伟,毕竟韩武人婚姻转行,或名字更改的问题,网络上暂时查无此人。